二台午餐会 马来西亚的新冠疫情始终起起伏伏 老百姓的心情和生活也随之摇摆 今年大马的年度汉字恰巧和台湾一样 都是疫情的意志 这场还看不到尽头的防疫战 大马民众该如何正向迎接 政府民间该如何分别的给出助力了 马上连线给马来西亚主播杜永耀 为我们更新最新的防疫现况 欢迎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冰城 那我国目前的累计确凿病例 已经突破10万大关 那有多达10万6690种病例 那也有将近2万1000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455人因为疫情失去生命 2020年已经来到尾声 那这一年相信大家都经历了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因此疫字也成为马来西亚今年的年度代表字 那面对疫情试虐 人心惶惶的这一年 此期志工依然秉持甘于付出的精神 勇敢挺身而出 在幕后制作医疗防疫用品 也走入社区关怀贫苦的家庭 努力缓解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一起来听听马来西亚次纪人在这一年 幕后抗疫的心得与领悟 丛林大火 东非蝗灾 洪水泛滥 暴风雪 还有至今仍未平息的COVID-19疫情 接踵而至的各种灾难 让2020年成了不平安的一年 蔓延全球的COVID-19疫情 给世界各国的经济与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许多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 有的甚至失去工作 面临无法继续生存的窘境 疫情当前 各国民间团体担当起国家的后盾 马来西亚次纪之工 想方设法支援国家医疗系统 同时也助凭困人士一臂之力 发挥互助关爱的精神 其实开始的时候 这个COVID-19大家都其实都很怕 因为不认识 所以开始也是在家里 商人过后就跟我们讲 我们要保护自己 可是众生 苦难的众生很多 手听口听的会很多 然后叫我们勇敢地走出去 那天听到那个很震撼 所以就开始去关怀 这个灾难可以说是很大的灾难 我们都很庆幸的 到现在我们还平安 我觉得说 我们以后要更珍惜 我们珍惜我们自己的时间 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好地去发挥 所以在这个疫情 我觉得说每天都很踏实 每天都分秒不恐过 COVID-19疫情导致各国陷入了与病毒对抗的拉锯战 同时也给了人类一场大灾教育 唯有戒胜千层 持戒护生 爱护环境 才能恢复失衡的地球 真正的消灾灾难 上人就有讲到说飞速不可 联合国也是有这样子的报告 要减低温室效应 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少吃肉 最重要是我们要尊重生命 生命都是平衡的 所以就觉得说 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我们去推广素食 保护地球是我们的本分事 因为我们来都是借用这个地球的地方住 所以我们就不要伤害它 能够重用东西我们就重用 能够少用的我们就少用 就是把5R都实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疫情不懂是几时能够玩 可是我们爱不可以断的 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反而更能够 把握这个机会 把实际做的一切给大家知道 然后给大家发挥他们的爱心 疫情当下人们互助关爱的同时 要谦卑 要谦诚 要戒慎 摘戒互生 期望共同平安度过这一次疫情 2021年一定会变得更好 大爱新闻 蔡迪根 李佳莹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